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双打的比赛 双打比赛是三局两胜制 并且在决胜局是七分制 从这两队组合来看 更年轻的这队选手就是尹航和刘亚 他们肯定是在双打当中 年轻运动员都是比较薄弱的一个项目 因为他不知道在双打当中 如何把自己和同伴的技术能够融在一块 毕竟打球的年限短 所以可能在重视双打 在双打方面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那么要从经验上来看 肯定是郝帅和方博有绝对的优势 今年拼招联赛有比较大的改革 特别是在赛制上面 拼招联赛今年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采取祖贺场双群环 在结束第一阶段之后将取前四名 进入第二阶段的争贯的比赛 进入前四名之后将采取赛会制 一共六场比赛男女团体各两场半决赛 和男女各两场决赛一共六场球 将集中在一个地方 连续几天进行这个比较集中性的 拼招联赛的决赛阶段 还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能够一直关注拼操的进程 哎呀漂亮 银行的这个侧身正手的小白短 让对方呢没有判断出来 让让对方解决赛 决赛了 决赛了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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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这是山东组能的方博 方博这个运动员 其实他的进步也是非常快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 他一直有伤病 所以停滞了一段时间休整之后 可能对他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场双打比赛 就是从以前的 这个我们转播拼超联赛的比赛来看 拼超联赛的双打 应该说关注度不是很高 因为双打比较长 但是自从拼超联赛修改了赛制之后 这个双打的比赛变得特别激烈 特别紧张刺激 因为三局两胜 可以说上来就要全身心的 发动调动自己 还要带动同伴 赌战啊 为什么也让他跟着 中文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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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路路能 方博好帅 拿下第一局11比9 好 我们看一下这场双打的第二局 双打这个比赛啊 难度最大的在于防守 因为这个前一板球不是你自己搓过去 而是由你同伴搓过去 回过去球 所以下一板对方拉过来的时候 这个防守这方难度是最大的 那么在双打当中就如何去避免 让同伴去防守 也是最关键的要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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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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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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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联赛截止到目前 在个人排名上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排在第一的是宁波海天的马龙 马龙的成绩是13胜3负 排在第二的是张继科 11胜4负 第三是上海军瑶的尚昆 尚昆是8胜9负 我们看到老将马龙 排在第七位 个人单打的胜率 马龙是8胜6负 像老将王浩 他平常整个出场的次数不是太多 2胜3负 还在第十位 那么平常联赛呢 确实培养了很多年轻的选手 也给年轻选手呢 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 因为在世界锦标赛奥运会大赛当中 年轻选手很难有机会 因为参赛名额有限 肯定还是以主力当打之年的选手去为主 当然我想年轻选手在比赛场上最关键的就是说要让自己能够去真正培养自己的一些场上的气质 包括大将的风范 明将的这种气质在场上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就年轻的运动员一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不能轻易的放弃 另外要坚持自己的技术打法和风格 现在这场双打的方博和好帅呢 逐渐的拉开了比分 打出了优势 因为本身啊 这个好帅的双打就非常棒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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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没电到位 不能够达到那种高水平的力量速度旋转 但是今天小剑银行表现得非常出色 能够赢下张继科 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表现得非常出色 赖着身体 拖着身体也没有往前 迎上去击球 一个死网 运气 这样刘亚南和银行 在第二局把比分追平了 死平 死平了 谢谢大家 这样好帅方博拿下了双打 现在山东主能在这场比赛当中2比1顶先 稍后将是双方的第一单打